Hello,大家好,我是全钱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场拍卖会的结果 这个拍卖会呢,叫做SBP 属于全球性大型的拍卖会 这次呢,主要分析的是这个机制币类的 来看一下这次拍卖的结果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钱币的价格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先看一下光学元宝的造币中场 这个拍卖结果是什么样的 造币中场呢,属于机制币银元里的龙头老大 很多收藏机制币的权友啊 都非常喜欢造币中场 也属于龙阳货币里的龙头 可以说是玩龙阳必备的一个品质 近些年,这个造币中场的价格也是持续走高的 这枚造币中场呢 可以看到啊,这个售出价格是13200美元 挺像呢,可以说是还算一般吧 啊,包姜也不是特别过重的 上面有一点点小落打,下面也有一点的小落打 啊,这是龙面,但是龙林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看一下字的面 字的面上边一样是有一点小落打 然后底下也有一点,地张上呢,也有一点小花痕 可以说还是比较符合PGSAU50分的这个状态 价格呢,经过换算啊 在8万5千元人民币左右 加上20%的佣金呢 是10万02000 在今年的8月份呢 造币中场的PGSAU50分的 同样是这种状态 没有特别重的彩 它的成交价格是12万人民币 所以呢,这次FBP拍完了啊 这个价格明显没有达到8月份那么高涨的价格 啊,有稍稍的回落了一点 啊,掉了1万多人民币 可以说造币中场的温度正在下降了 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二枚币的 那么第二枚呢 我找的是一枚九年的金发板 可以说九年金发板在大头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 啊,以前传说是圆大头机制币里面的精制币啊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这枚币的头发呀,胡子和这个尖章啊 打直的都比较细 所以非常受这个收藏者的喜欢 我们来看这枚币的背面啊 背面的这个花枝也是苛苛可见 粒粒分明 包姜也是比较匀 正面的包姜比背面更好看一点 边上有一点这种黄油的包姜 这枚钱币的售出价格是 两千六百四十美元和人民币呢 一万七千块钱左右 加上百万二十佣金 差不多能达到两万块钱 我们知道啊 这个MS62分的九年新发呢 现在的大概价格是一万七千元 那么这枚能拍到两万元 可以看得出啊 啊 他这个包姜啊 确确实实的 啊 吸引一部分 这个受伤爱好者 所以价格呢 达到了两万元 这枚币子呢 我选择的是一个 PCGS瓶级的64分的一枚 二十三年的传扬啊 可以看出来啊 这枚传扬的特点非常明显 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彩包姜啊 像一个靶像包姜啊 周边非常非常重的彩 可以说是一眼看上来啊 是非常漂亮 除了漂亮以外呢 他还是一个高分币啊 MS64 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啊 这个背面和正面一样啊 依旧是非常漂亮的环彩包姜啊 重彩 重彩包姜啊 可以说在银元中呢 就比较少啊 而且呢 这个还达到了64分 可谓是高分币中的重彩币 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价格是 两千两百八十美元 换算层人民币呢 是一万四千块钱左右 这还不算20%的这个佣金 那正常来说啊 一个MS64分的这个 二十三年的传扬呢 大概也就是七千多块钱 不到八千 加上了这个重彩之后啊 已经翻了一倍了 这次的 SBP拍卖啊 依然是高分的彩币 价格比较高的 和前几次大拍来比呢 也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这也侧面说明了呢 现在的收藏人员的玩家 这个字的面啊 字面呢 就更加比较严重啊 全部都是细小花痕 PCGS 给了一个四十五分 然后这枚币的拍了多少钱呢 是两千两百八十美元 合着一万四千人民币 现在这个北洋三十四年 四十五分的大概也得在两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差了能有六千多块钱 说明现在是您花高价去买好的壁子 好彩的壁子 细节好的壁子 也很多人不愿意花低价去买这些清洗过的 虽然有分啊 但是清洗过的壁子 所以在我们信任收藏的过程中啊 买钱币啊 一定要看好这个钱币的状态 不要去看它这个分数啊 分数呢 只代表这个壁子呢 没有这个壁子呢 没有这个壁子 没有大的毛病啊 并不代表这枚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壁子 同样的分数呢 不同的价格 看完了刚才那枚北洋 再看看这枚北洋 这枚北洋依然是一个皮膝间45分的 然后呢 正面是一个比较重的重彩啊 龙面呢 和字面差不多啊 也是老包江的重彩 它是以一个5040美元的价格节的标 和人民币大概三万 干柴内枚呢 和人民币是一万四千块钱左右 因为这一个彩 它俩就差了一万多块钱 一大半的价格 买壁子一定要看比一下啊 现在是包江大热门的时代 但凡有一点包江 一定会比一个圆光币啊 价格要高出许多 所以我们收藏的时候啊 在预充一些漂亮的包江 美的包江啊 一定要记住要重点关注 刚刚呢介绍了这次SBP拍卖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钱币啊 有龙阳造比较34年 有人像方面的转大头 还有孙向的翻船啊 都是银元行情机制币中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钱币 他们的价格呢 也决定了这个未来这个呃 银元的走势啊 因为大拍的好不好呢 会影响他的后世钱币的潜力 这就是我在这次SBP拍卖结束后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分析 那么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收藏关注加点赞哦 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拍卖的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